大家都知道拍戏是个辛苦活 无论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 演员都得照常开工 那既然天气无法改变 偏长的小伙伴就只能苦中作乐 用欢乐给自己在精神上降降温 是的 除了在横店赶工的古剑奇谈剧组 最近我们的记者还去了一次象山 探班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 医生张仲景 那里有什么欢乐等着我们呢 高温天拍古装戏有多热 你根本想象不到 不过戏还是得拍 所以自娱自乐也是必须的 皇帝专业护总风炎 带我们开始了揭秘之旅 皇上 你命生生吞下的仙丹 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你们看到了 道具不可能给我真的仙丹 那寡人真就挂了 所以呢 刚才那是麦里素 原来是美味的巧克力啊 而主角们喝下的汤药 原来也是如此的美味啊 很多这个道具其实喝水 看着好像是药汤 其实也许是酸梅汤 也许是什么是可乐什么的 又是仙丹又是汤药的 带医生张仲景的剧组拍戏 还真是个增长知识的好机会啊 张仲景他的有一些特别大的贡献 除了著作以外 《六位地方丸》是他创作的 包括饺子 这个饺子也是张仲景发明的 水饺吗 水饺 你的新天地 浙江象山采访报道